我以前,我听到生意这两个字,我干什么嘛,我以后赚钱的机会多了,做什么鬼生意嘛,我以前有很多朋友,很多机会给我做,通通不要,后来我开始做生意了。 哇,我那些朋友骂的啊,我记得以前看,形容加谬的一句话,说,加谬自己说的,一个人如果是个感官主义者,一定是个道德主义者,很敏感,所以,这个东西对您来说怎么,这么敏感的一个人,是不是本人嘛,怎么常常忘记本人呢, 对,其实道德也是本能,对,吃得好的话,自己高兴,对别人也好,很简单,再简单不过的道理,而且健康有两种了,我讲过的,一种是精神上的健康,一种是肉体上的健康,你怕吃这个,怕吃那个,这个很难哦,这个要练习很久才会, 这个,我倒在练一下,哈哈哈哈,最有野心的时候什么时候啊,最ambitious的时候啊,最有野心,当然是在邵寺那几年了,一直想说拍一部好一点的戏啊,拍一部好一点的,一直说对不起自己啊,太商业了,怎么样怎么样,嗯, 后来怎么想听啊,后来我昨天跟你讲过嘛,我说你要对艺术有良心,你要对老板有良心嘛,你对人有良心嘛, 这些王家卫作品,有多少个人死在你脚下啊,有多少老板亏本啊,有多少人在支持你才会成为王家卫作品,嗯,就开始明白了一个道理,嗯,你如果他有强烈的个人主义的话,你不要拍电影, 因为电影不可能是一个人,工业嘛,不是工业,是一个传体唱作,对对,大家都有功劳的,嗯,所以开始写作嘛,写作一张纸是我的嘛,啊,没有人控制我嘛,嗯,我想做什么就是什么,做不好,我撕掉了,哎,嗯,这样,嗯, 哎,您说,那个七八十年代,嗯,香港的话没有创造力,但是,你说背后是不是其实,来源于某种香港的流亡精神呢,比如说,金庸先生写的,其实某种是流亡文学啊,嗯,他被迫离开那么大的一个中国,离开江浙,到了香港,他就想象塞北,想象大漠,想象那种武侠世界,香港那么窄,那么小,那么小的座位,你想象一个特别宽阔的自由的世界,嗯, 他是对自己,欧黄沾讲那种沧海一声笑,嗯,香港没有那种沧海一声笑,嗯,一块也是,哈哈,他想象那么一个太空,对,就是,昨天说那个问题,您说,你看到很多,嗯,黑暗的东西,或者说,把它放在箱里沉下去,或者,哎,或者觉得很多东西无法改变嘛,哎,你怎么看,其实中国文人那种传统呢,我觉得是,宋,宋诞哪幅画里面, 就那个小鸟,森林着火了,小鸟去咸这水,咸一滴滴水去浇那个火嘛,那是没有意义的嘛,嗯,但是他觉得这个森林是我住过的,我看到它着火了,我怎么不能去,我必须要去滴水去,去浇它呀,那这个东西也是中国,就你不信心上神啊,肯定都有这些东西嘛,也是,也是,对的,对的,基本上都要这样,嗯, 嗯,嗯 homelessyy Mario 但是要有一个过程,你要做过,你也做过,这种事情也做过了,嗯 osoYou have to do more things,那就可以做另一种事情。嗯 就做另外一种事情,嗯 不通度的 嗯mm 不要讲的太多呀,老兄,太多了 你真的讲得太多了,哈哈哈 你真的讲的太多 这里还有一个,大排档 是,剩下唯一之一的 那天,那个旅游局叫我来这里拍这个大排档 我说你们政府把大排档统统赶进杀绝了 现在你叫我旅游局叫我来拍大排档 回忆的,这是一大骗局嘛 你是骗人 好像抽离了一下会比较吃 看东西会比较清楚 是这个问题 就是年轻时候看那些什么陈映珍啊 看那些什么价谬啊 就觉得应该苦问的人生是最好的人生 看坏了 看坏了 就觉得要斗争啊 对啊,明白啊,明白啊 对 他知道这个时代所有的问题或者黑暗 那一面他知道 他理解 但他选择不去直接的触碰他或者 一直向前看 其实就要catch the mood嘛 catch这个zagast 但是中国文人,传统文人 其实很崇拜失败的 failure是大家觉得很美啊 春花秋月合适了 往事之多少 失败的一个emper 一个君王啊 就您对这个中国文人崇拜失败 这是什么感觉呢 从前很欣赏 从前很欣赏 现在又在买 什么时候开始变化的 怎么就开始发生变化了 从我 从我开始 要买最贵的器材 从我开始我要穿最好的衣服开始 那就是三十多岁 四十岁 我以前 我听到生意这两个字 我干什么嘛 我以后的钱 赚钱的机会多了 为什么要钱嘛 就是熟气同臭嘛 什么什么嘛 做什么鬼生意嘛 我以前有很多朋友 很多机会给我做 通通不要 后来我开始 做生意了 把我那些朋友骂的 谁说 做生意是不好的 谁说的 先生怎么讲 先生你怎么解释 我说 伤者伤良也 我先跟你商量 你愿意了 我才接你嘛 我先跟你商量 哈哈 这过程很好玩的 而且你赚到一桶 第一桶金的时候 很好 因为我很喜欢这句话 读圣贤书所为合适 这个事情困扰你吗 不要把包袱弄得太重 没有必要 嗯 我认为我要是 一个人可以 我自己来 我自己来 一个人可以 改变 的话 我就去 撒头 撒热血 断头颅 我可以去 我认为有时候 我没有这个力量 改变不了 我自己来 所以我就 我就开始 逃避咯 知识赫赫也是一种逃避吗 但是在这个时代 可能不一定解决 但是 也会解决一部分 你解不了 哈哈 我觉得能解决一部分 这个是我跟你最大的分别 这个是我跟你最大的分别 是吗 你还没有 你还没有 你要再过一阵子 你会同意我 这话我记住 然后我们 蔡先生 我觉得我们俩 肯定会成为 特别好的朋友 好 我们会一直谈这个问题 好 因为我也很少 可以碰到一个朋友 也可以谈这些事情 就是 很开心 因为这些其实 都压在我们心底 然后你跟别人谈 别人觉得很奇怪 你为什么想这些事情 然后我们 嗯 对啊 嘿嘿嘿嘿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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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